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有某瓶未開封的蒸6-9 它外面標籤上面標示25%的這個體積 百分之濃度 然後呢 它是27C 好 如果酒精的密度是等於0.8的話 那麼分齒瓶酒的重量百分之濃度 我們假設這個酒跟酒精 它只是混合 沒有其反應 也就是說 你這個 500cc的水 加500cc的酒精 混合以後是1000cc 它的體積沒有減小 也沒有增多 它體積我們假設它是可加成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算它的重量百分濃度 首先 我們先把酒精的質量算出來 酒精的質量怎麼算 我先把酒精的體積算出來 因為這是體積百分濃度 所以這個 酒精的體積 酒精的體積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2000嗎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 它的體積百分濃度 百分之25 好 那這個知道 這個是約在兩個 所以看多少 25乘以2的話呢 是50 所以是500 500 500cc 你都說了 那現在 酒精的密度這麼多 所以我們看看酒精的質量 這酒精的質量 酒精的質量 酒精的質量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酒精的體積 乘以酒精的密度 0.8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400 400克 好 那現在我 現在把總質量把它算出來 總質量的話 是多少 總質量的話呢 我們要把那個水的算出來 水的話 它有多少體積啊 嗯 我先把體積 水的體積先算出來 水的體積的話 就2000嘛 扣掉呢 500 這個是酒精的體積 所以是1500 1500 等於1500 六五國 這也是水的體積 但是呢 水的密度是1嘛 所以水的質量 0了 !", 就等於一五零零零克 分多少分是四百 這樣算一算 這個可以約掉 就四除以十九 0.2105 0.2105 0.2105多 26多 所以約一是等於多少 21.1% 四十五度 大概是21.1% 這個就是它的重量百分能度